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六八三十二章 死鬥2 上次說到 那半小時後 凝途上起白煙 在死局裡的風是削骨風 剛才翔天命說過 這陣風不能吹那麼久 我見白煙都起了 於是大聲喊 你們快點走 蟲怪抓了過來 但大家還是不放心 那是因為見不到蟲怪的樣子 所以也不肯走 在暗沙門裡 一陣白煙就說明不了什麼 有白煙未必有十萬可以出來 而且也見不到小天牛在白煙裡跳出來 不過 見到蟲怪就走這個原則是剛才演練好的 我打算也不要刑圖了 可以殺蟲怪的話 犧牲一張刑圖算得什麼呢? 白煙一出現的時候就很濃 但在死局裡 那些旋風的搞洞之下 很快就散開了 露出了裡面的蟲怪 我同時也見到小天牛 但小天牛根本就見不到我 只是很遠地避開了蟲怪 一見到蟲怪出現 大家嚇了一跳 那就不是因為見到蟲怪嚇一跳 而是因為見到蟲怪居然受了傷 而且是重傷 蟲怪左邊的肩膀斷了 有很多像動物內臟那樣的條狀物 扔了出來 向下滴著液體 或者那些就是蟲怪的血液 是黑色的 關鍵是蟲怪的表情很痛苦 蟲怪是可以再生的 因為在身體裡有不極蟲無的因子 但現在我們見到蟲怪這個時候 再也伸不到一隻左臂出來 那些肉條在箱口裡一條條扔著 這樣就說明了 蟲怪除了沒有一隻手臂之外 還受了很嚴重的內傷 從蟲怪那些很痛苦的表情裡就可以看得出 大家都不敢說話 因為現在我們距離蟲怪只有二、三米這樣 本身這個山洞就不算很大 我也不敢出聲 我三邊在猜到底發生什麼事 大家之所以這麼奇怪 是因為蟲怪這件事絕對不可能自己從山頂上跌下來 去打斷自己的手臂 一定是被某種生物打傷的 在這個世界上 究竟還可以有東西打傷蟲怪一隻手臂 那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我看到蟲怪用右臂掩著自己的左臂傷口 然後看見地上的形圖 蟲怪認得形圖 因為之前我捉過牠一次 牠於是咬牙齒齒地說 又是黃德駱 你這樣就是拿死 我今天就要把你剁碎它 一直說 牠身上的黑煙符符聲飄出來 本來是想聚成一團 但內可 山洞裡的削骨蜂把那些黑煙吹散了 這種黑煙是很厲害的 只需要少少 就可以殺死我們全部人 但沒想到 這些黑煙融入到削骨蜂裡之後 居然消失到無影無蹤 我之前也見過 蟲怪身上下全部都漲了 好像是個黑煙球一樣 就像是一攤龍脈 讓牠站著的地方 周邊都是黑漆漆的 但現在完全形成不了 蟲怪這個時候 自然自語地說 這是個什麼地方呀 牠很迷惘地向四周圍看了一下 又伸出右手 去感覺了一下削骨蜂 突然間牠的神色變了 繼續自然自語地說 這不是所謂的死局吧 我沒想到蟲怪會認得死局 嚇了一條 心想糟 就算蟲怪受到了不明生物的攻擊 現在很虛弱 但如果我們沒有死局幫忙 也很難打贏牠 因為牠只需要少少黑煙 就可以取得我們的命 當然了 就算有死局幫忙 也未必可以 但只能聽到蟲怪認得死局 我擔心牠知道生門在哪裡 我就懷疑 是不是方外保經裡有人出來了 這樣才有可能重傷了蟲怪 但這只是猜測 我也不肯定 但這時候 上天銘突然開聲說 這就是你們所說的蟲怪 為何會斷一隻肩膀? 黃德陸 你之前抓牠做實驗的時候 還打斷了牠一隻肩膀? 你很厲害 根本不用找我做死局 大家聽到 尚天銘居然開口說話 嚇到呆了 我馬上就說 尚天銘呀尚天銘 你不要出聲 你不怕蟲怪聽聲變位 一下子攻過來嗎? 尚天銘走得氣這樣說 哎呀 你們真是看小我這個死局 連實體的東西 在我這個死局裡 都可以扭曲的 那些聲音就不可以扭曲嗎? 什麼聽聲變位 在這裡是不存在的 你們放心大聲說話吧 大家聽到牠這樣說 這樣才放心 又齊齊心望向左 斷了手臂的蟲怪 牠只是迎著那些雀骨風 在漫無目的地到處找 始終走在最外邊那一層 沒有靠近我們 尚天銘的自信就不是吹出來的 這個死局確實很厲害 我們之前那些擔心有些多餘了 看眼下這個形勢 靠著這個死局 我們可以很輕鬆地走去 因為蟲怪 可能是沒辦法靠近我們 一直踩在死門上 當然 這件事和蟲怪受了重傷也有關係 蟲怪雖然有人形 但說到底 牠還是個四合一的義物 是義物的話 和人就不同 人就算受了重傷 沒有暈倒的時候 思維和判斷都是正常的 但義物就不一定了 特別是四合一的義物 牠們用身體某部分去思考 一旦身體受損 無論是由體力上來說 還是智力判斷上來說 都會同步虛弱 抵如死局干擾的能力都大大下降 所以說 如果蟲怪沒有受傷 死局對於牠的影響要小很多 說不定牠真的可以攻上來 甘雪紗這個時候就問 蟲怪怎麼會知道死局的事呢 牠會不會有本事破了這個死局呢 漢娜山人擺了一手 承認牠說 金老弟 你多想了 蟲怪知道死局 是因為我師弟 素雪真人被牠吞拼了 素雪真人當年 和常老弟都是朋友 所以蟲怪在神識裡 是認得這個局的 不過不要緊的 我師弟沒有學習過 怎樣破死局的方法 甘雪紗又說 那你們說 是誰把蟲怪傷成這樣呢 看牠的樣子不像是假裝 劉海曼又跟著說 難道是小天牛在形圖裡打傷了牠 林武士馬上開聲說 不要玩啦 小天牛敢打蟲怪這樣就騎了 我和德陸在戈壁上做實驗的時候 小天牛知道是去捉蟲怪 就快嚇到傻了 康娜山人就跟著說 難道是坊外寶境裡有人來了 會是誰呢 黃山智雖然很厲害 不過他也打不過蟲怪的 如果說 方外寶境裡全部人出來了 就可以把蟲怪打成這樣 我還是相信的 但是他們全部出來了 絕對不可能的 這樣的話就意味著 寶境門口失了手 如果是這樣 比蟲怪更加大件事呀 我跟著回答說 我擔心的就是這件事 肯定就是方外寶境裡有什麼變故 偉露不知道是生還是死 林浩蟹又繼續說 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回到紫雲山 先解決蟲怪再說吧 黃德佬的 你現在是什麼意見呀 我略微想了一下 接著問常天明 如果我們全都離開 蟲怪是否百分百死在這裡 常天明回答我說 理論上是百分百死在這裡 但在現實之中 沒有百分百的局 因為死局都是人做的 你也清楚的 不留生路是做不成死局的 所以我不敢打包單 百分之七十是沒有問題的 我聽完之後 望了眼看那山人 我的意思就是 人就是你請過來的 雖然大部分的東西都很靠得住 死局都很有效果 但是現在我把蟲怪都捉過來了 你再告訴我 只能保證到百分之七十的機率 這樣未免太過份了吧 常天明都好像看出了我的意思 他接著又說 黃德佬 你不要以為百分之七十就不夠保險 這個概率很高的了 沒有我 你們可以這麼淡定在這裡聊天嗎 蟲怪現在還在外圍遊走 根本就不能進來 這樣很成功的了 再說了 你們要殺蟲怪 在打不贏他的情況之下 除了可以找我幫忙 你們沒有其他選擇了 康拿山進入頭也跟著說 老常說得對的 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一開始 不把真相告訴你們 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只是說蟲怪在死局裡 一定會死 這件事是我教他說的 目的就是為了提振一下大家的士氣 一開始如果大家就知道這樣的結局 哪有心機做事的 人去到最悲觀的時候 人去到最悲觀的時候 經常都會想 不如死了他 這樣才是最要命的 比概率更加要命 現在就不說那麼多了 我看看你們的意思 下一步準備怎麼做 都沒等大家開口說話 我就說 既然是為了提振士氣 隱瞞了30%的失敗機率 那麼我們就不可以就這樣走 走了他 我的意思就是 落手殺蟲怪 我們才不要管 蟲怪是怎麼受傷的 這是最佳的時機 應該可以殺了他 我的意見 馬上得到了劉恰曼的支持 他就說 是呀是呀是呀 殺了他一了百了呀 林慕蟲看著 無多遠的蟲怪 用手指了一下 接著說 你們快點看看 蟲怪好像是悲悲的 看不看得出呀 被林慕蟲這樣提醒 我才看出 果然他是有點悲悲的 這樣說明了 蟲怪受的傷 比我們表面看上去的更加嚴重 林慕蟲又接著說 我們應該可以的 搞定他 康南山人也說 我原來就是這樣的意思 從來都沒有想過要逃走的 就算你們全部走了 我都不會走 一不是看著蟲怪死 一不是被蟲怪打死 我聽到之後這樣才知道 原來康南山人和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他也是抱著必死的決心過來的 只不過他更加理智一點 從來都不拒絕幫忙 康南山人雖然打不過蟲怪 就算我們這群人合力 都未必可以打得過他 但是康南山人幫我們提升了那麼久 每個人的手段都進步了那麼多 不嘗試的話 怎麼可能甘心呢 康南山人又繼續說 這樣吧 剛才出去的方法都教了給你們 黃德陸的老掌輪都分給大家 想走的就可以走 想留下的就繼續留下 這個時候 根本就沒有人會走 康南山人跟著對長天命 我問我 死門是一圈一圈的 你把蟲怪 向著我們這邊放一圈 先觀察一下 不要打 每個人都要認真觀察 看出什麼的話 隨時說 不要藏在心裡 我心想 原來康南山人早就計劃好了 他對這個死局也很了解 打法也很熟悉 長天命跟著用金筆 在地上畫了圖案 本來蟲怪在外面那個圈遊走 好像沿著衛星軌道一樣 口裡還淫淫沉沉 在長天命畫完圖案之後 蟲怪遊走的軌道馬上變了 變得很靠近我們 最近那時 離我們只有七百米那麼遠 但蟲怪始終見不到我們 都聽不到我們說話 只是很迷惘地在找我們 他口裡 淫淫沉沉在說話 我聽得不算很清楚 只有幾句可以聽得到 他在說 黃德佬 我要先殺死你 這一次 你走不了 在他淫淫沉沉沉的時候 還有一句說話我聽到了 我聽完之後 沙邊嚇了一跳 他在說 地下 為何會撞到個壇呢 我才不怕你是個什麼妖壇呢 我差點就打碎你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